华人、华侨、华裔的区别是什么呢? 一、国籍不同 华人和华裔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而是取得了所在国的国籍 华侨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而居住在国外的中国人 二、遵守的法律不同 华侨是受中国法律约束和管辖的 在国外居住的中国人 华人和华裔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和管辖 只接受所在国法律的约束和管辖 三、获取国外国籍时间不同 华侨不具有外国国籍 华裔是中国人在国外所生 并加入所在国国籍的子女及其后代 因此获取国外国籍的时间是在出生时 华人是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 并加入所在国的国籍 因此获取外国国籍时间为其出生后